大家好,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一,有北水的回報 接著這個星期也進入了一個6月期止的結算的星期 最重要的是6月的結算,除了月結之外還有季結之外 而是一個半年結,所以6月的結算也是有啟示的 基本上,大市的成交一直增加了少許 北水流入一直都持續有,多一點點 整體的北水流入時鐘,21日就減少了很多 然後,大市的成交一直增加了 今天就是因為跌市 基本上,北水流入,累積都是慢慢增加 不過,始終價格是下跌了,只是有人趁低吸納 在這方面來說,進入最多的是中國股票 這些流出最多的,很多時候都是這些 在目前來說,這裏是很細小的東西 還有一些穿波技股的東西 今天市場又下跌,升的板塊只有一個 這個就是媒體 看看這個,再跟著 就是,幾個板塊入面之中 媒體其一,公共事業其二 其他這些,中標珠寶,零售,其他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不過,若有一點點東西,升了四個先 人照升了40%左右,這就帶動了來 這個基本上都是炒賣的為主 公共事業方面,一直都是基本上好的 因為,始終阿爺是要增加水電的費用 其他方面都是基金為主的 基本上,其實沒什麼升跌 其次,就是零售 零售方面,有個別的零售股是好的 其他,我都看到都跌了 所以,不成氣候 中標方面也是一樣 其他,除了個別的時候,有升 其他,很細小的,全部都是沒有升跌的 這些全部都是香港的 所謂的,是珠寶行 就有的跌,是沒有升到的 那,看回其他個別大的板塊方面 不用看了,一片綠色的,跌到舊 建行是有的升下的 因為之前,建行又有跌了 所以,現在只是保升不不太好 這個可以去,認為有足夠的支撐力 暫時看不到 一直都說 站不穩在這個保利加通道中軸的話 自然就會滑下來 沒有辦法,滑下來這裡 滑下來這裡 在這裏,在這裏,要將會怎樣呢 第一,就會看到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就是177 所以,今天也見過177 那,再其次,不可以的呢 就要下來這裡 之前是172 那,會不會下去呢 基本上,177應該都未被收到的 那,沒拍子了 沒拍了,沒拍了,沒拍了 那,如果是周線圖的話 它幸好還要守住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那,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現在是174 174 那,即是諾巴黎 你應該可以回到175 那些地方 對吧 就這樣了 好 那,我們看看今天有什麼股票 可以想一想呢 其實都很難選擇的 簡直就是自由化工 啊